周强落马 栗战书发信号 党媒预告 赵正勇大丑闻99%的中国人不知道 中共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 日前主持会议 决定月底召开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有分析认为 会议可能要处理涉嫌迁议矿权案 的最高法院院长周强 北京人权律师程海 指出中国的很多冤假错案 其实是政法委插手工 剪法工作造成的 而周强被舆论指认为 落马的陕西高官前省委书记赵正勇 背后的大老虎政法系出身的赵正勇 还因积极领导迫害法轮功学员 被以群体灭绝在中华民国背诉 中南海要处理周强 1月16日 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 主持了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20次委员长会议 会议决定在1月29日至30日 召开更高级别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 会议主题 包括两大内容 1审议一份外商投资法考案 2审议有关人事任免案 根据中共相关法律规定 中共全国人大闭会期间 带行职权的人大常委会 拥有相当广泛的立法权 法律案 宪法和法律解释权监督权和质行权调查权 及最为重要的个别人事任命权和任免案 其职责范围包括监督国务院 中共军事委员会 国家监察委员会 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的工作 根据最高法院院长的提请任免最高法院副院长 审判员 审判委员会委员和军事法院院长 海外中文媒体新唐人报道称 在陕西千亿矿权案 案卷丢失案持续发酵 中共最高法 陷入舆论风暴演的背景下 中共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 被认为可能要处理卷入千亿矿权案 的最高法院院长周强等人多家港媒 近日称上海市市长英勇 即将调职北京取代周强 英勇是习近平就不曾任中共浙江 上海高级法院院长出任最高法院伺乎越合理 而且最近上海市出现人事异动 现任常务副市长周波或升任市长 这增加外界对英勇接替周强的想象空间党媒 赵正勇后仍有大老虎 1月15日晚 中共中纪委发布消息称 原陕西省委书记赵正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正接受当局调查 赵正勇由此成为2019年第一位落马的中共政部级官员 中共党媒人民日报旗下公众号侠客岛 于1月18日发表文章说赵正勇被查 除因涉嫌习近平六四批示的秦岭维建案外 还涉嫌插手陕北能源领域的贪腐等问题 尤其是近期被外界广为关注的陕北千亿矿悬案文章 称在赵正勇出事前 他的前同事魏明州、冯新柱、钱隐安等 均已落马随着赵正勇问题的进一步调查 下一个老虎的出现 人事大概率事件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北京维权律师陈海指出 中国的很多冤假错案 其实是正法 为插手工、检、法工作 造成的本来应该是法院、检察院、公安独立办案 互相监督、制约正法委这样一协调 就把各种制约的作用都给协调掉了 所以就会产生一些冤假错案 一些重大的冤假错案 往往都有正法委的身影在里面 陈海举例说 去年我们办一些信仰的案件 就听检察院的人讲 在案件还没有办理的时候 正法委就召集公安 检察院和法院的三常负责人开会定调 这是严重违法的实际上就是这种情况 落马的赵正永 曾以群体灭绝罪被告赵正永 因追随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 曾被海外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列入追查名单 被台湾大法学会以群体灭绝罪 控告赵正永 曾任安徽省公安厅厅长 省委政法委书记 陕西省政法委书记赵正永 2000年5月至2001年6月 赵正永任安徽省委政法委书记 兼任省公安厅厅长 2001年6月至2005年8月 任陕西省委政法委书记 政法委是中共内部主管情报 治安 警卫 劳教 司法 检查等系统的机构 从中央到各省 自治区 市 县共分次级 在江泽民开始迫害法轮功后 他成为主要指挥系统实施制度性和系统性的迫害 还负责管理中央610办公室 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机构 赵正永在这期间曾带头编撰反法轮功 书记 借着全省非典散私病的会议要求镇压法轮功 发起有组织性的舆论迫害等 在其任职期间 安徽和陕西地区的法轮功学员 遭到严重的迫害对此 时任两省政法委书记的赵正永 罪责难逃2006年3月 时任陕西省常务副省长的赵正永主持 召开了2005年度 全省同法轮功斗争的所谓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的表彰大会在赵正永任职期间陕西省内的监狱 看守所 劳教所 洗脑班等 均成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重要场所 2010年9月13日在时任陕西大省长的赵正永抵达台湾的当天中华民国法轮大法学会 对他以群体灭绝罪 即违犯民权公约 向台湾高等法院检察署提起控告 并要求高检署立刻传唤他 调查其在陕西省任职期间 迫害法轮功的犯罪事实 赵正永是继广东省长黄华华之后 第二个来台受到法轮功学员控告的省长及中共官员 也是在全球法轮功人权诉讼中的第31名被告的中共高官是纪罗干 陈少基后的第三个被海外法轮功学员控告的中共政法委官员阿波罗网孙瑞后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